我是古真小南烟 我们现在正在参加 好看club创作岛达榜比赛活动 欢迎大家在南烟的视频下方 为南烟圈出知识点 多多点击有用按钮 祝南烟登岛 感谢每一位家人朋友们的支持 参加活动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击抽展的按钮哦 这样子还有机会 可以获取iPhone的大奖哟 欢迎大家多多圈出知识点 谢谢大家哦 大家好 那南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古真基础教程里面的小戳执法 小戳跟大戳挺像的 但是它一样的 弹奏的小戳是用食指跟大拇指去进行演奏 那大戳是中指跟大拇指 那小戳呢 弹的时候一样手形是圆的 但它是玩手 有些小朋友会弹着正常是夹的 这样讲的话声音就会发不出来 就会变得这样子 但我们正确的演奏方式是玩手心弹 玩手心 中指跟大拇指 那十指跟大拇指这两个音是均衡的发力 如果说你没有均衡的弹 就是只弹到一个音 那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松 没有均衡的发力 玩手心发力 这样子才会导致你的小戳弹出的声音 只有大拇指的声音或者是十指的声音 所以我们在演奏中的时候 小戳一定是放松的手心去演奏 然后发力点是玩手心发力 玩手心发力 这样子的我们小戳弹出来的声音才会好听 也才会准确 不是这样子 相对是没有放松的奔迹的状态 玩手心抓 这才是我们要弹的小戳的声音 跟八度是挺像的 跟八度一样 只是一次换成了十指 玩手心发力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世界 好的 谢谢大家